臺灣駐香港辦事處 包括代理處長林鄭舟等親民同仁 今天下午全數返回臺灣 陸委會表示 因為駐港機構堅持拒絕 香港政府要求必須簽署 一中承諾書的條件 因此將從二十一號開始 調整香港辦事處業務 辦理方式 因香港政府自二零一八年起 屢次對我香港辦事處人員簽證 設置不合理的政治條件 要求簽署一中承諾書 這使我方派駐人員 無法序留及赴任 自明天起 我政府將調整香港辦事處 業務辦理方式 陸委會在臉書貼出了 七位駐港辦事處人員 返臺的照片 表示同仁們面對打壓 忍辱負重 不受威逼 不娶不挠 堅守服務岗位 陸委會也表達了感謝之意 對於中共當局 以及港府 以一中承諾書 設置障礙的無理政治打壓 提出了嚴正的警告與譴責 駐港辦事處到時將如何運作 明天二十一號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 將會親自召開記者會 對外說明 按讚 ina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